女排三喜临门,朱婷搅龙出海,张长宁王者回归,郎平获重磅出山 大家好,我是宾格,欢迎观看宾格聊球 中国女排刚刚结束了六连战,并且保持了全胜的记录 对于中国女排的球迷来说呢,是非常的出乎意料,非常的惊喜 近日对于女排方面更是三喜临门 据媒体人消息表示,朱婷现在手腕伤势,基本恢复 并且已经调整好状态 虽然在试联赛不可能出战,但在最后的亚运会是做好了准备 并且朱婷已经和一甲俱乐部续约 下个赛季仍然是代表斯坎迪奇出战 对于他的状态保持也是非常有好处 我们也希望在亚运会的时候能够看到朱婷回归 再上演角龙出海 第二个消息是关于张昌宁王者回归 张昌宁从养伤以来一直备受争议,甚至还有退役的传闻 但根据最新的消息可以看到,许久没有更新动态的张昌宁 近日在社交媒体露面,已经签约摩体育用品公司成为形象代言人 这也让不少球迷对他的回归是充满期待 而在此之前有球迷说到 张昌宁曾表示在今年年底前会回归 9月份的杭州亚运会相信也会是一个最佳的付出节点 届时希望朱婷和张昌宁能够双剑合璧,往这儿归来 第三个消息是关于郎平或许会重磅出山 有消息指出,郎平目前也正在积极寻求付出的机会 一些欧洲俱乐部已经是开出了高额报价 郎平是非常有望能够重新活跃在世界排台 大家对这三个消息怎么看呢?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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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